佩芬姐怎麼看 其實我覺得這件案子 就是現在三喀都 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從三個人不同的想看 侯友宜這趟到美國 大家在笑他草包 什麼羅斯福路都出來 但是不要忘掉 紐約真的有羅斯福路 FDR Drive 就是Franklin Roosevelt Drive 因為紐約是幾個島連在一起 所以確實有羅斯福大盜 好 另外一個就是說 大家很好奇 我打個錯 其實台灣有羅斯福路 紐約有羅斯福路 沒有什麼 侯友宜的問題是 他當國家領袖 他老羅斯福小羅斯福 搞不清楚就閉嘴 就他現在變成 他只要一出嘴就失分 就是他的麻煩是 在網路世代 你不可能永遠靠幕僚 幫你寫好的稿子 讀稿紀念 然後你會被賭麥 然後那個賭麥就會是反應 那他一個反應就 記者第一時間就拍回來 PO回來啦 所以他出的那個包都是第一時間 剛剛黃光琴講 黃介正沒有辦法彌補的 就黃介正可能可以彌補 他的公開發言跟稿子 然後他可能可以印背那個稿子 如果他沒有背錯 那問題是這一種講錯話 你就是沒有辦法 而且網路世代立刻傳回台灣 對 但是我發現 他這次到美國 雖然我們覺得蠻草包 很多狗屁叨叨的出狀況 可是你看美國人對他 好像並沒有那麼反 沒有那麼反感 好 另外一個就是柯文哲 我覺得大家講高鴻安 沒錯 我覺得他上次處理李中庭 那個案子算是太離譜 他叫大家不要去跟他聯絡 你應該叫你的男朋友 不准去跟我的這些幕僚 我們聯絡才對 所以他方向完全搞錯 但你說對柯文哲有沒有影響 對郭台銘也有影響 那我覺得柯文哲最後 如果民調真的受影響的話 我覺得他會結合的 應該是國民黨 就是說他跟 而不是跟郭台銘 那郭台銘我覺得 你的意思是說 對柯文哲的選擇來講 國民黨是他選擇的對象 為什麼 因為你比如說像蔡比如 他在台中議區選 然後國民黨的議區就不選了 所以事實上 他們原來就已經在那邊 勾搭來勾搭去 可是蔡比如我判斷 能然不會當選 對 但是問題是 國民黨你讓他也是不會當選 對 但是問題是 對 但是問題是 至少表現出來了 至少好像還可以勾 還可以對話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 以他在簡現成的話 國民黨有14個縣市長 然後有那麼多的縣市議員 300多個 所以我覺得他如果 跟國民黨合作的話 他基本上 還是有一些實力 就是說最後得票 是不是政黨 國民黨哪個縣市首長 會聽柯文哲的 國民黨很多縣市首長 我感覺他們也不聽 朱立倫的 對 但是問題他是為他 我的意思是說 國民黨現任黨主席 都未必叫得動這些卡 所以也有人現在有流傳說 什麼政黨輪替換主席輪替 比較有用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也有 但是縣市長不會聽朱立倫 但是會為他自己 還有自己地方上的那些關係 所以換句話說 他還是為了保國民黨 他自己原來 你比如說像彰化 那個王美惠 他當然是為了保護 他是原來的 那林之妙也是 所以我覺得是為地方 自己的勢力來保護 所以那個倒沒什麼 所以你說最後我覺得 那波台銘現在 我覺得他最大的致命傷 他除了提賴佩霞 有點古怪之外 你知道他那個黃世修一直說 就說他如果整合起來的話 就算年署過了也不會送件 你一直講這個的話 有人要需要替你年署嗎 我覺得那個不需要一直這樣講 我覺得還沒選 就已經在那邊打退堂股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 那你說賴佩霞的爭議 應該還不只這樣子 應該還繼續延燒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官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官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 好可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